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经遭遇自杀炸弹客攻击造成平民伤亡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喀布尔今天25日遭自杀炸弹客攻击 一名炸弹客在国家情报机构附近引爆炸弹造成6名平民丧生 3人受伤 根据法新社报道 一名徒步自杀炸弹客选在今日上午7时40分 员工纷纷抵达办公室的时刻 在临近情报局的大马路上引爆身上炸弹 据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达尼许 Najab Danish表示 有6名坐在一辆汽车中的平民在这次的攻击中丧生 另有3人受伤 达尼许解释 他们平民的车通过这个区域时遭到波及 我们人不清楚这次攻击的目标 但这发生在主要道路上 目前还没有组织出面宣称犯案 不过阿富汗国家安全局 National Directorate for Security 一处培训设施 在一周前也遭到民兵闯入攻击 伊斯兰国IS 先诚是他们所为